刘宁望孔子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秀丽。 在刘宁望孔子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首先,我要郑重地送上我,一名华世人的由衷祝福。祝福刘宁望孔院越办越好,祝福他在汉语人才培养,中国文化传播与中法文化交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Mesdames et messieurs, bonjour, je suis Wang Xiu-Li, professeure de l'École d'Histoire et Culture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Chine du Sud. À l'occasion du 10e anniversaire de la création de l'Institut Confucius à La Réunion, je voudrais tout d'abord adresser solennellement mes voeux les plus sincères. J'espère que l'Institut Confucius de La Réunion ira de mur en mur et je lui souhaite un rôle de plus en plus important dans la culture des talons de la langue chinoise, la division de la culture chinoise et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非常抱歉,由于时间和我个人法语水平的限制, 接下来的内容,我就只讲汉语了.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e, mais en raison de comprendre tout le temps et de mon niveau de français personnel, je ne parlerai que chinois dans le reste du contenu. 受管院長阿丽娜的邀请, 我很荣幸地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流泥旺经历, 我脑海中的流泥旺印象, 孔怨印象。 由于参加印度洋历史协会和流泥旺大学主办的 一年一度的印度津旺历史写, 2016 年11月,我第一次来到流泥旺, 也有缘揭示了管院长、渔院长或流泥旺孔院的各位同仁和朋友, 揭示了流泥旺大学与印度津历史协会的各位学者和同行, 在接下来的2017年和2019年 我又两度来到这里 参加印度洋历史周的学术研讨 与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进行切磋交流 与孔院的各位朋友谈天续旧 在刘宁望孔子学院和印度洋历史协会的共同努力下 2016年我们共有四位中国学者参加了印度洋历史周 北京大学的李安山老师 济南大学的钱江老师 信阳师范学院的陈思伟老师和我 本次历史周的议题是 16世纪前印度洋的海上空间 和17至20世纪印度洋地区的喜居移民与流放 李安山老师参加了前后两个议题的交流 分别做了中国非洲在达加玛以前的交流 以印度洋为途径 与国际移民及身份认同的困惑 以印度洋地区为例 两篇报告 前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 古代印度洋地区与南中国海贸易圈的海上贸易 陈思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 公元一到二世纪埃及与印度的海上贸易 以穆泽里斯植草为中心的考察 我个人报告的题目是 13到15世纪的中国与印度洋世界 以中文载集为中心 2017年的历史周的议题是 八世纪至今印度洋的道路交通和网络 和从古至今印度洋的动物 济南大学的张小贵老师和我 两个人参加了这次历史周 张小贵老师报告的题目是 魔鲁与巴斯清代中印贸易的参与者 我报告的题目是 11到14世纪宇居中国的大石人 2019年的印度洋历史周 议题是从古到今印度洋上的战争与和平 和16至21世纪印度洋地区的宗教组织和社团 有四位中国学者参加 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厚斌老师 复旦大学的潘忠奇老师 华东师大的孙肃源老师和我 刘厚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 从国阿到澳门 北印度洋航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突破 孙肃源老师报告的题目是 中国与印度洋海上能源运输安全 我本人报告的题目是 中文载集中8到15世纪的印度洋 与南中国海海盗 潘忠奇老师参加的是 当代印度洋国际政治的一个会议 报告的是关于当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国际关系的一个题目 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文化交往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 在关于印度洋的历史与当下的学术研讨中 能够听到来自中国的学者的声音 是各位国际同行都十分乐见的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我们几位曾经与会的中国学者 再次感谢刘妮旺孔愿和历史协会 为中国学者参会所做出的卓越的努力 感谢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辛劳付出 刘妮旺给我的印象是美的 那深邃宁密的 闪着蓝钻石般的保湿光泽的南印度洋水 那火红如晴日暮云般的 娇艳欲滴的满树的凤凰花 那夕阳下细密绵柔如金坦般漫扑在翡翠色西湖边的 金光溢溢的黑沙海滩 那苍茫临寻惊涛拍案如雷霆轰鸣的玄武岩黑石海岸 那被密林包围的冰斗小镇 和让人产生无限的 心地狭想的 神奇矿阔的火山地貌 都已深深地 镌刻在了我的深层记忆里 这座镶嵌在西南印度洋上 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的火山岛 几乎满足了我所有的 对自然景观震撼力的想象与期许 刘尼旺给我的印象是和睦亲切的 在2016年的秋季 在与管院长未曾谋面之前 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这要归功于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 因为我们的会议论文需要一维法文 所以中法英文监通的管院长 亲自承担了我的论文的翻译工作 在彼此的内容切磋与探讨中 我们开始彼此欣赏 也开始了我们个人之间认久的友谊 在这一年历史周的午餐会上 坐在餐桌另一头的圣丹尼市市长 幽默风趣的与我们分享他的文化理念 与人生哲学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会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 赋予了刘尼旺人包容开放的文化视野 与融通随和的个性 刘尼旺人给我的印象永远都是谦和善意的 他满足了我一个中国文化人 对于温良公简让的谦谦君子的形象 每次在圣丹尼旧市政厅的会场上 在圣丹尼的街道上 看到副市长 看到印度洋国际历史协会主席 或是来自马达加斯家的 他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和蔼平和 笑容可掬的 像温暖亲切的林家兄长 由于参加编写印度洋历史文献选中 中文文献的缘故 历史协会的秘书长 Serge Boucher先生 与我有比较多的交流 每次交谈 无论是面对面的谈话 还是通过email的通信 我面前的Boucher先生 始终都是脸上挂着 谦和善意的微笑 满含理解与关怀的 流泥网给我的印象是多元文化 汇萃 何而不同的 黑色玄武岩林江包围于守护中的 静谧的天主教堂 古朴典雅 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官地庙 洁净树木的清真寺 庄严的印度教寺院 都能够十分安静和谐地 在这里并存发展 各自绚烂安好 流泥网是我见到过的最为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 在这里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种族的人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和信仰 在流泥网 你随时都可以感受到 因文化宽容而再生的 联合的 共融的 绚烂多姿的流岛风情 和独特而和谐的移民文化 让这个本意为联合 黑与牛的小岛 看上去是那么的名副其实 记得2019年历史周的晚餐会上 一位来自毛里求斯的学者过生日 在餐桌前 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他唱起了 法语 汉语 印第语 意大利语 英语 毛里求斯语 马达加斯加语 等多种语言的 祝你生日快乐 这位学者说 这是他一生中收到的 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记得我第一次来留岛 当时在美国 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儿子 问起我的流泥网印象 我的回答是 流泥网汇催了欧洲文明 印度洋文明 东方文明 是世界上最为和谐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 它集聚了来自不同文化 不同种族的人群的美好善意 永远都是笑脸 赢人的 今年是流泥网孔愿成立十周年 请允许我再占用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 单独谈一谈我记忆中的孔愿 流泥网孔愿给我的印象是温暖的 每次来这里我都感觉像回到了家一样 不管是来自中国的汉语老师 还是来自欧洲和本地的工作人员 亦或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和其他汉语学习者 他们都是那么的热情好客 笑容可居 对抑郁文化充满了探索的热情和友好的敬意 流泥网孔愿给我的印象是专业的 高大上的 管院长邀老师在翻译会议发言稿时 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融会不同文化的精准地道的多余表达 其中敬寒的对文化内容的专业意义水准和多文化情怀 与院长在从事汉法法汉口译式的信手拈来 游刃有余 都是我印象深刻 流泥网孔愿给我的印象是浸润人性之美 充满人文关怀的 当看着孔愿的学生黄丽 Homan Huang 坐在华南诗大文化广场的大树下 唱他自编的中文歌曲 反复吟诵那一句 法国人我是 中国人我是时 我的心都醉了 毫不夸张地讲 流泥网几乎满足了我所有的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因为我是带着对抑郁文化欣赏的眼光与美好的心情来的 我记忆中的流泥网 它是多元融会文化包容的象征 我想经历了巴别塔语言多样化之后的人类 始终都有一种源出于人性之根的追求美好 认同善意与相互理解的共同情怀 孔愿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帮助我们克服语言差异的障碍 在世界人类共同体的美好向往与追求中 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和贡献 我经常留意我们孔愿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 它植根于流泥网这块多元文化的土壤中 一直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多文化的交流 十年来已经硕果累累 祝愿流泥网孔愿在未来的争宠中 在新一届领导管院长宋院长的带领下 在汉语人才培养中华文化传播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舞台上 一如既往再创辉煌 作为流泥网孔愿的法方院长和一名热心的文化使者 管院长还十分关心流泥网与广州的经济文化合作 他说如果有可能 我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广州和流泥网之间值得发展的交流合作项目 在我看来 流泥网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 在经济文化形态上 与华南师大所在的广州市与广东省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在旅游开发、经济技术发展、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这些我想流泥网与广州的各界精英已经做了不少的专业设想与规划 作为一个广州人和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个人非常看好的是旅游合作中的寻根之旅和游学项目的开发与设计 以及文化交流中的学术教育交流的深化 有人说 如果你想用最少的时间 游览地球上最多样化的自然地貌风光 就来流泥网吧 这座面积2512平方公里的火山岛 就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慷慨恩赐 你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澳洲大洋路的峭壁海岸 看到冰岛的盐绒隧道 看到马尔代夫的戏湖 看到夏威伊的火山 看到圣托里尼的黑沙滩 看到新鲜本娜的珊瑚礁 看到毛里求斯的海豚湾 看到哈瓦那的人文风情 当然还有属于刘尼旺专有的那独一无二的 充满了历史感和不屈乐观的克里奥文化元素的冰斗小镇 如果刘尼旺能够规划画开发出面向中青年学生的地质地貌 海洋动植物 古生物等一系列主题游学之旅的话 我想他们一定可以与美国东西两岸 英国牛津建桥的名校游学之旅相媲美 与刘尼旺几乎处于同一纬度 位于北半球 地处太平洋西岸北纬23度北回归线上的广州 是中国广府文化的中心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汉代引降乐系文化的各种形态 我想在广州的光塔路走一走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广州拥有全中国最庞大的穆斯林和非洲宇居人口 吃过顺德的大排档 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拾在广州 除出凤城 为什么顺德的厨师 可以烧出全广东 甚至是全中国 全世界 最好吃的中国菜 看到越东的客家围楼 你就会明白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2020年 中国何以能够抗议成功 拥有一千五百三十万人口的广州 人们凭借什么 依然可以无忧无虑地 在珠江河岸的灯火阑珊中 尽情地享受广府美食 刘逆旺的华人 多数来自越东的梅州和珠三角的顺德佛山 据报道 2013年1月18日 当中国前副总理李兰青来到刘逆旺顶邦市访问的时候 刘逆旺的华人国民议员顶邦市市长 曾献健先生 在他的讲话中深情地说 没有比忘记自己的根更可怕的了 2019年11月 我们参加印度洋历史周的四位中国学者 来到刘逆旺中华总商会荣誉会长霍明祥先生的家中做客 在与霍先生与刘逆旺华人联谊联合会主席周贤忠先生的交谈中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刘逆旺华侨浓浓浓的血缘故土之情 感受得到他们对故土家乡的深情眷恋和来自血脉里的对中华文化的无限认同 我想如果广州的哪家旅行社可以开发出 刘逆旺华人寻根之旅之类的旅游项目 让刘逆旺的华人可以不费周折地回到他们的老家 梅州、顺德、佛山 议员他们认足归根的文化情缘 那一定也是备受欢迎的 当然 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我也十分期待 华南师范大学与刘逆旺大学 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的进一步的深层合作 无论是两校之间学生的互换交流 还是教师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互访切磋 都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入和推荐 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我个人下一次做访问学者的目的地 就是刘逆旺 就是刘逆旺大学 因为在我的人生记忆里 有一种寄托了无限美好与期待的流泥旺情缘 谢谢大家的保卫时间 我们有缘再会 谢谢您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